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度以般若为本 这个就说明般若木在整个佛华里面 它所占的地位 它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学佛 我们听经 首先要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说佛 为什么要来听经 首先要把我们的目标 方向 打清楚 决定不能够含糊龙头 这样才能得到佛华真正的受用 学佛 有一些人 是为了生光发财 平安长寿为这些 为这些学佛呢 得到的利益的太少 实际上要是为这个目标 不学佛也能够得到 学佛了 经上一讲 自度度他了 什么叫度 度是个比喻 像过湖 从这个岸呢 我们坐个小船 渡到那一边 这个渡跟三点水的渡是一个意思 我们这边这个岸呢 是生死 是轮回 是烦恼 我们要从这个岸 渡到众佛扑上 永远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 得真正自在快乐的避难 这个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换句话说 如果要不把目的定在 聊生死 超越轮回 我们这一生学佛 就一定空过了 那才叫真可惜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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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